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都在吐槽浪姐三赵英子尴尬 却没人看到她手上93万的手表 如果要说这一季成风破浪观众缘最好的姐姐 可能观众们要认真的比一比 但如果说观众缘最差的姐姐 那恐怕只有赵英子一个选项 自从浪姐三播出之后 之前名不见经传的赵英子接连上了好几个热搜 但每一个热搜都是观众吐槽她的词条 先是赵英子和宁静的互动 然后是逼住阿娇道歉 再然后是戴住张强的假发 赵英子在浪姐三里的每一个片段都备受吐槽 不过观众都在吐槽赵英子尴尬 却没人注意她非常豪华的装备 在节目里赵英子出场的一个练习场景时 有网友发现她虽然穿着100多块的衣服 手上却戴住价格93万的手表 赵英子在浪姐三之前 曾经出演过长安乐 倚天屠龙记等古装剧 还曾因为黄山女子一角 而被很多观众大赞是古装女神 在最近热播的民国剧《良辰好景之几何》中 也出演了女儿一角 但按照她的知名度和作品来说 顶多算一个三线女明星 一个三线女明星 在综艺中随随便便都戴住价格93万的手表 这样的豪华 让广大网友再次惊讶到了 在各大评论区 大家都在羡慕明星 以及质疑内娱的薪酬太过离谱了 毕竟赵英子一个三线女明星都如此豪华 其他一线 二线明星就更加不用说了 所以 也难怪赵英子在浪姐三里 哪怕被观众各种吐槽 也依然要博出位 让自己多一些镜头 多一些话题了 热度和话题度上来了 赵英子之后应该能接到更多更好的资源了 如图所示 谢娜模仿赵英子上了热搜之后 被网友吐槽像个猴子 赵英子大大方方的点赞了 如此一来 又引来了一波话题度 所以对于赵英子各种被观众吐槽 戴的豪华手表也被网友关注到 你怎么评价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